广大的网友 大家好 我是姜薇平 上午啊 这个我已经发表了一个视频 对郭文贵先生啊 今天 这个6月13日 这个报平安视频呢 所谈的内容 发表了一下看 但是还有点意为记 那个 刚才啊我又收看了一遍 我觉得 所有的评论当中 很可能大家都忽略了一个 关键的问题 郭文贵先生啊 这个以非常激烈的情绪啊 猛烈的抨击了 这个张立凡啊 和胡平两位评论员 这个对他的这个 指责 那么 他在谈到这个 一些重要的问题的时候啊 他曾经说呢 就是关于红通 他和北京那方面啊 这个以前达成一个口头的协议 就是说给他留下了一个回旋的余地啊 但是到了12号啊 6月12日为止 那边呢 根本没有就是 是采取行动 也就是说 还是在把他列为啊 网上的这个红红追逃的一个要犯 那么这说明什么呢 说明啊 这个郭先生啊 一直保持着 这个和中方的这个谈判 而谈判这个主要啊 还是手中有一些筹码 所谈判就是呢 这个不断的啊 这个爆料 把这个有关王岐山呢 等人的腐败问题啊 这个拿到台面上来 那么 可能那一方面啊 有一些顾虑 但是现在为止啊 这个看来郭文贵先生啊 和这个对方的这种讨价还价呀 再次归于失败 那么他自己呢 好像又找了一个台阶下 他说呢 这个基金公司啊 这个今天开了会 消息令他非常鼓舞 也就是说 即使红红不撤下来 还是啊 选举他作为这个基金会的主席啊 那当然我们也没有看到 这个基金会的 这个一些内部的资料 也无法核实他讲的话 到底真是假 我的想法是啊 他是不是 原先呢 他和中方啊 提出的条件 主要就是红红能够撤下 那么现在人家没有撤下 他自己啊 给自己留了一个 这样一个退路 因为以前他曾经声称啊 就是如果红红不退下来 不撤下来 他在6月16日的时候 他可是来 来一个大的这个啊 重大的决定 发表一个重大的决定 以前我曾经分析过 很可能他就要抛弃这个 郭七条 但是今天呢 他一再声明啊 他不可能背离这个郭七条 那么呢 这也充分说明啊 这个郭先生啊 究其根本啊 思想性格 还是一个就是这样一个保命 保财 报仇这样的一个企业家 一个民营企业的老板 他主要还是维权 那么呢 6月16日 即便啊 他就爆料 那么我估计啊 也不会有什么大的事情发生 至于他以前承诺的啊 要召开一些新闻发布会啊 要在澳大利亚搞会 那个分会场啊 还要这个提供一些 私生纸的这个DNA啊 这个同时还要搞什么 在以色列这个 搞这个破墙软件等等啊 我想呢 可能都是他啊 这个来作为像中方啊 讨件还价的一个筹码 来提出来的 当然这个案子 进一步发展呢 还会还需要进一步的 这个我们来观察 不过呢 就他以前提供的啊 这些有关那个 一些人的问题来看 的确有一些是真实的 也有一些是故意的渲染 那么不管怎么样 都不能改变一个基本的事实 也就是说呢 这个中国的这个 法律的一个 这个司法系统 把它列为一个 红统的逃外 特别是大连啊 这次这个庭审啊 这个情况呢 展示在大家面前呢 以充分的坐实了 就是郭文贵啊 他这个骗带骗慧 这个证据 也就是说呢 这个矛头啊 仍然是指向着 这个郭文贵 也就是说呢 司法这个程序啊 由这个 这个最早的啊 由公安到检察院 现在到了法院 已经走了这个三级啊 那么也就是说 不可能在因为 郭文贵先生的爆料啊 而呢逆转 那么就是说 尤其是在目前啊 中共党内的权力斗争啊 这个非常激烈啊 这个各个派别啊 这个博弈的情况 很复杂的情况下啊 要想把改变这个 这个司法程序啊 是不可能的 也就是说呢 郭文贵先生呢 不论在海外 报多少料 我认为啊 他可能很难从红通上 把自己的名单拿下来 如果他不拿下来 尽管他认为啊 红通不过是一种信息 但是冷然对他自己的 这个声誉啊 这个各方面的业务 都会产生一些 这个不利的影响 那么这是 我要谈的第一点 那么第二点呢 以前我曾经讲过 就郭文贵先生这个爆料啊 刚开始的出发点 他可能是维权 但是由于呢 他在海外啊 通过自媒体啊 这个吸引了大批的 这个粉丝的观众 结果就造成了 他自己掌握了一个信息平台 那么呢 假如最初 他仅仅是为了个人维权 那么到了一定阶段以后呢 就有可能 很多国内啊 遭到这个 王岐山这个 反腐力界呢 这个整肃的一些官员 就可能向他提供 更多的一些猛料 那么呢 就使这个情况发生了 非常复杂的变化 也就是说 党内各个派别啊 都在围绕着这个 郭文贵的案件呢 在发表自己的看法 那么也就是说呢 郭文贵先生呢 所说的那些 老领导也好 新领导也好 可能他们的一些承诺 未必能够兑现 因为什么呢 因为党内的派别很多 有的一派是希望呢 公会抱这一派的料 那么那一派可能就相反 也就是说呢 在目前这种啊 这个权力缺乏监督啊 这种行事下 很多官员身上 都有一些 不同程度的贪腐问题 那么可能都想啊 在十八大 十九大之前呢 这个通过啊 揭露 揭露对方的腐败问题啊 而制约对方 使他呢 使这个中共的十九大 这个召开的时候呢 给自己提供 更多有利的一些啊 人事安排 所以说 郭文贵先生呢 作为一个媒体 作为一个企业家 很可能 他这个海外爆料啊 被党内的一些人所利用 那么 我过去讲过 我说呢 不论呢 这个郭文贵先生啊 和这个 李克强的关系怎么样 从总的形式来看啊 就郭文贵先生这个爆料呢 对这个李克强非常有利 因为长期以来啊 这个海内外都有一种舆论 就是说呢 这个王岐山 在下一任啊 可能要担任这个总理 那么 以前呢 大家已经看到 就是说 李克强啊 在工作当中啊 的确啊 展示了自己啊 这个比较弱的一面 那么 普遍的 各方面都有意见 那么 通过郭文贵的爆料 也就是说 建制 王岐山呢 这个最大的受益者 应该就是说李克强 尽管呢 郭文贵先生啊 曾经在自己的视频当中啊 对此予以否认 但是 他不能否认的是 就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啊 那么那个 李克强啊 曾经在工作上 给他很大的支持 至于说 他们私下有什么 交易 这个目前呢 我们没有证据 我们只能啊 进一步的观察 我个人认为啊 这个郭文贵先生啊 他作为一个 民企的老板 他呢 过去是 在这个体制内啊 是受到了马届 等人的支持 那么现在呢 他失去了 这个知识条件之后呢 他可能就不如 过去那么 这个 如鱼得水 本身呢 他有一些问题 会逐步的暴露出来 被这个 这个党内的啊 对立派的一方 抓住啊 作为把柄来 这个处理它 当然了 一个企业家 在国务情统体制下啊 这个 由一个草根呢 成为亿万富豪 这中间 不可能 没有一些原罪 那么现在呢 大概就类似像 大连啊 庭审 庭审当中啊 说指控的一些问题啊 就是他所谓的 原罪的一部分 那么现在呢 我的意见是呢 郭文贵先生呢 他尽管 在海外 报了许多啊 中共贪官 贪污受惠官员的 腐败的问题 但是他也不能改变 自己在过去经商 的过程当中呢 也给呢 对方啊 留下了一些把柄 现在情况变得 比较复杂 那么到了6月16日 究竟 郭文贵先生 会采取什么措施呢 我们现在还不好下一个 准确的定理 但我认为 他可能还会在 坚持这个 西八条 西七条 这个 过七条 是因为什么呢 郭文贵先生 他出发点 到现在为止的 没有一个根本的改变 就是说 保命 保财 保财 报仇 一些海外人士 对他这个 过高的期待 很可能要落空 今天我就谈到这里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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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инг